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大家看一下吧 现在我们在这边 然后孟芝岛公园又在植物园是在这个位置 OK 我们就走过去看一下吧 OK 再去这个孟芝岛植物园的入口处 这边有一个叫第五福龙丸展示馆 而且入场是无料的 我们去看一下 第五福龙丸的展示场是一个巨大的铁形的建筑物 这是我身后的这个 第五福龙丸展示馆 我们进去看一下 在展示馆的旁边可以看见有很多人在钓鱼 然后右手边呢有很多游轮 在我身后的就是这个第五福龙丸 当年是据说停在马绍群岛 然后因为美国的爆破实验被烧焦了还是 所以我不知道它现在这个是复制完的 还是说被烧后的船成练在这里 但可以看见船是一个木质的这个船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演说 应该是应该是这条第五福龙丸 当年是在马绍群岛正在捕那个屯鱼的时候 美国正好是在附近做了这个核试验 因为核试验的这个辐射 和这个冲击波造成的这个船被爆了 被辐射了 这边这个图介绍的是 第五福龙丸捕捉的这些被辐射的蚊鱼 眼前的是当年他们船上的写的日志 会用的通讯工具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当年美国在太平洋进行核爆实验的时候 被污染的水源地 核爆是在这边进行的实验 附近有第五福龙丸 第八顺光丸 第十一岛杏丸 这些都是被辐射的 再看整个区域 这一片都有被辐射 这边还展示了广岛和袭击时的被爆的这些资料展示品 这边这个就是大家经常在电视上可以看见的电存的被核爆之后的建筑物 原本应该是这个意思 现在来到了二楼 可以看见整个第五福龙丸的船甲板 整个船的规模很大 还可以看见整个船都是用木质的 而不是像今天的游轮 是用这种金属材料 看完了刚才的第五福龙丸 大家的感受是如何呢 不管有什么纠纷 还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吧 Love and Peace